各位客官你们好 欢迎来到天上人间 我是你们的诗诗 韩国由于实行电影分级制度 所以诞生了大量的大尺兔佳片 话说燕山君是史上有名的暴君 他在位期间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饿瓢满地 他执政第十年的时候 甲子试祸发生了 所谓甲子试祸 起因是由于奸臣人士父子 向燕山君展示血衣 声称有人对已死的太后大不敬 因此在皇宫中 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无数人因此而死 由于君王残暴 所以民心思辨 这场血雨腥风 刚刚告一段落 人士父子为了讨皇帝欢心 又向燕山君 献了一副龙图 燕山君很高兴 当即决定把自己绘制的春宫图 送给小人 燕山君作为君王 整日会春宫 传出去自然面子不好看 于是小人大献殷勤 他将春宫图写上自己的名字 并且说 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扬名 又可以保全燕山君的名声 小人这一通彩虹屁 拍得燕山君全身舒服 大为欢喜 小人随即趁热打铁 会让燕山君一日之内 享尽千年欢宇 意思就是会挑选 色意双全的女人 来服侍君上 燕山君当然乐此不疲 他有一名宠妃 名叫小绿 他也想借此事 在君王面前安插眼线 所以极力争取此事 可是小人技高一筹 他说要借此事铲除乱党 所以这件事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小人和大人的头上 秀女挑选活动 风风火火的开始了 从大街到民宅 但凡年轻漂亮的女子 全部被抓捕 小人也借此机会 公报私仇 与他正见不合的人 自然成了被关照的对象 宠妃小绿也暗地里安插了名记 雪中眉 混入秀女之中 以此来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小人在抓人的时候 在街上偶遇了美女甄华 甄华正在进行徒牛表演 她那噩梦的身姿 深邃的双眸 爵士的容颜 立刻吸引了小人 小人隐隐感觉 这个女人有似曾相识之感 于是她紧紧尾随表演完毕的甄华 正要追上甄华之际 突然出现一群人 在小人围住 原来 这些人看不惯小人的所作所为 要除掉她 甄华回身救了小人 小人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床上 她第一件事 就是确定甄华的身份 可是甄华并没有承认 甄华求小人带她入宫 小人没有答应匆匆离开 甚至第二天 甄华竟然顶替了别人的女儿 上了选秀女的轿子 对此小人无奈接受 甄华不但容颜美丽 而且聪明绝顶 在小人的帮助下 很快便在秀女中脱颖而出 图样出色的 还有宠妃小绿拍来的雪中眉 很快 到了初选之日 在荒唐的秀女奠选中 燕山君出的题目是 选一种美食来介绍自己 甄华在小人的调教下 对燕山君的爱好了如指掌 于是她挑选了胎盘菜 郑重燕山君下怀 并且甄华适时献上燕山君 写爱的诗文 这让燕山君对甄华痴迷不已 甚至想让她马上入宫 小人却以甄华还没有完成训练为有婉拒 无奈 燕山君只好等下去 在交甄华武剑之时 小人彻底确定了甄华的身份 原来 甄华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初恋 可是令小人无奈的是 甄华的父亲正是被自己的父亲和燕山君陷害致死的大臣 甄华这位曾经的官家小姐流落江湖这些年又重新出现 定时背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看着小人和甄华越走越近 大人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因为一旦小人做出违逆之事 那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 于是大人决定加快事情进度 尽快送甄华入宫 小人当然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女人被送走 可是对方是君王 自己没有办法 这场声势浩大的民间秀女选拔 抢来了太多无辜女子 甚至连原来是世人读书的成军馆 红文馆等地都被侵占 以安置众多秀女们 原本的最高学府变成了公燕山君宁乐的场所 斯文扫地 现在不单是民间百姓怨声载道 连愤怒的世人们也渐渐暗潮汹涌起来 很快 秀女的又一轮甄选紧锣密鼓地展开 身体检察官是一名老头 为了不让甄华过关 宠非小绿指使检察官故意为难甄华 甄华一气之下 弄伤了检察官的检查工具 这一下闯了大祸 幸亏小人出手 才将事情摆平 甄华被小人感动了 想向小人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并且告诉小人 自己已经爱上了她 可是自己注定是王的女人 两人注定没有结果 就这样 秀女甄选的胜出者 雪中梅和甄华顺利入宫 在晚宴之上 雪中梅的舞蹈赢得了大家的喝彩 甄华的节目是舞剑 同样身姿优美 偏弱惊鸿 正在众人看得起劲的时候 突然 甄华眼光一冷 持刀刺向阎山君 大人早有防备 他所安插的刺客 将一支冷剑射了出来 为了保护甄华 小人在最后关头抱住甄华 冷剑擦着小人的手臂 射入了王座 大人手眼通天 即使是这样的事情 仍然让他成功救下了小人 他对小人大加指责 并且告诉他 不要被一个女人误了终生 可是小人根本听不进去 并且用血衣事件威胁父亲 大人对此毫无办法 只能由这儿子 燕山君经历了刺杀事件 开始草木皆兵 小人借机再进谗言 要求把谋反的大臣们都抓起来 大清洗运动开始了 晚上小人将甄华叫到树林 向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劝说甄华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这一切都被藏在暗处的雪中梅听到了 只见他迅速将此事报告给了小绿 小绿又将事情告诉了燕山君 于是燕山君紧急招来了雪中梅和甄华 并且要求他们当面鄙视记忆 纵使小人万般阻止也没能说服燕山君 小人找来甄华 想到马上就可能是生离死别 二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浴火 重情声色 事后小人仍然试图劝说甄华 可是甄华生负家破人亡的血海深仇 怎肯放弃 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到大殿 雪中梅早已等在那里 变态的燕山君 让两位女子在面前相互引诱 最先被勾起情欲之人就会被处死 两人都是高手 一时间难分伯仲 紧要关头 还是一只更为坚定的甄华赢了 雪中梅马上就要被处死 甄华却动了恻隐之心将她救下 燕山君命雪中梅从此以后做甄华的仆人 而甄华第二天就会入宫服侍燕山君 另一边 小人还是没能忍住对甄华的爱意 第二天一早就跪到燕山君面前吐露实情 求燕山君成全自己和甄华 燕山君和小人自幼一起长大 见到小人如此十分痛心 竟然要在小人面前自杀 小人急忙阻止 小绿及时出现 打破了僵局 小人终究还是失败了 甄华怕小人来阻止自己复仇 于是让雪中梅在宫殿前燃下了小人 寝宫之内 甄华怀揣利刃 想要刺杀燕山君 谁知这一切都在小绿的掌握之内 不仅刺杀没有成功 甄华还不幸被捕 在甄华面前 燕山君再次体现了他变态的一面 他当着甄华的面杀死了他的养父 并且挖出了甄华父亲的骸骨 然后在甄华面前敲碎 全身性的摧残折磨着甄华 甄华被关进大牢 燕山君叫来大人和小人 说要给小人一个相公赎罪的机会 只要小人亲手杀了甄华 全部罪过既往不咎 小人假意顺从燕山君的意思 去暗地里给甄华服下假死药 然后做出乱刀扎死甄华的假象 暗中将甄华送出皇宫 燕山君被小人出色的演技骗过 重新恢复了对小人的信任 命他进行第二次选秀 小人早已经对残暴的燕山君失望透顶 他暗中联合造反的义军 将欢迎无道的燕山君关进朱卷 当起义的人群发现燕山君之时 他已经满身鲜血神志疯癫 宠妃小绿也被义军乱石砸死 谁可载舟亦可覆舟 一代暴君就落得这样一个人人唾弃的下场 养好伤的甄华并不知道小人已经造反 为了救小人 他竟再次以身犯险进入皇宫 来到燕山君的请殿 甄华看到一人身穿龙袍脸带面具 自然而然认为那便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 正当他要首任此人之时 甄华看到了面具下熟悉的双眼 正是小人 原来小人自知罪孽深重 但求一死 面对小人的告白和忏悔 甄华含泪说出 可惜你是个奸臣 他终究没有动手 正当甄华准备转身离开之时 一只冷剑刺穿了他的肩膀 是大人来了 小人除下自己的面具 大人到了这个时候 仍然执迷不悟 劝说小人 回头尚且有一丝余地 小人没有说话 拔出刀刺进了自己的身体 他要以死来帮大人洗脱奸臣的罪名 大人见到儿子自杀 瞬间发狂 他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个局面 都是因为甄华 于是举荐要杀了甄华 这时义军赶到 杀死了大人 义军首领完成了小人最后的愿望 将甄华送出了皇宫 三年后 繁华的街市 喜去千华的雪中眉 和一名蒙面男子正在卖艺 曾经的暴君往事 成为了说书人雪中眉口中的笑谈 人群中一位一声搞素的美人 远远地望了过来 那脸庞竟然是甄华 男子也缓缓摘下面具 深情回望 正是小人 漫天飞雪中 故人再见 恍如隔世 这绝对不是一部烂片 可也绝对算不上优秀电影 情色有多么荒诞 大概用一句话就足够概括了 这是一部女主经历了几场性爱 最后还是个处女的情色片 所以我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呢 感谢大家关注天上人间 实在此谢过各位客观了 欢迎下次再光顾哦